从银川到乌鲁木齐 我们要飞越整个的大西北 从银川机场起飞的时候 可以看到机场西边的缓河 右上角这边是黄河高雄鲁鲁鲁 这都是黄河旺盖出来的冒天 难怪号称赛上架难了 黄河还是有很多泥沙的黄河 在飞机上一觉醒来 突然看到一排美丽的丹峡地形 远处已经看得到天山山脉的山岭了 看着新疆的皇帝就认为底下有很大的场面 这边主要的灌溉水是来自天山山脉的雪水 新疆很大占了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面积 发展空间很大 这里除了一般农作物棉花 甚至有了养鲑鱼 乌鲁木齐到了马上要降落在迪欧堡机场 将布拉克在天山北路 将布拉克在天山北路 上台看到的麦田跟雪山 据说八月麦子熟了的时候 会是另一般风景 接着就要进入加布拉克景区了 沿 Pang Ba repeat 艺车里面有接驳车 路修的很好 村外看到的就是种的麦田 很漂亮 第一个停下来的景点是天山怪物 路的另一边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白天 然后远处是天山 看着就心旷神移 天山怪坡是两段看起来水平的路 实际上前低后高 先让无人机水平飞一下 我看不出来前低后高 租脚踏车给游客来骑 右边深色的路骑过去 左边浅色的路骑回来 蛮奇怪 深色是上坡 浅色边是下坡 真的看不出来 但骑得出来 这附近还在开发照相区 甚至有一个荷兰风车 继续往里面走 地势慢慢的变高 中间这个平台有一些卖餐饮 小吃临时饮料的店家 左边的平台是 观光直升机的起降点 整个江布拉克的景观 有麦田 有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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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夜莲 峡谷 还有牧场 牧场里面都是牛羊 在往里面走 有可以骑马骑骆驼的地方 还有露营的营地 江布拉克景区跟很多景区不一样 它鼓励自驾跟露营 也有蛮多的制宿设施跟酒店 因为可以自驾 时间就更能自己控制 也能自由自在的享受天地一气的美景 好 好啦 下次要安排一下麦子成熟的时候 再来排卖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